大家好,我带着我的厚衣服们来了 上一期其实我在剪的时候 就那天突然气温骤降 就边剪视频然后边看了一大堆很厚的衣服 加上我今年还是准备去东北花雪 所以就准备了很多很好看 然后又很保暖的衣服 然后呢就立刻来跟你们分享我的冬妆呢 先是一件双面泥打衣 这个颜色超级超级好看 就是那种baby蓝 视频就拍不出来它的这个好看 实际上它的颜色就是那种很干净 很高级的蓝 它的饱和度不是很高 就是属于那种低饱和度 然后有点灰掉的那种baby蓝 它的版型是这种比较偏长换一点的 然后在袖口这边做了一个卷边的设计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标签 然后它前面是做了一粒扣的设计 这个扣子也是用了同色系的一个蓝色 还有这个带可以绑起来穿 这一件我可以做很多很多搭配 第一就是蓝色不挑肤色 第二就是蓝色可以跟任何的颜色搭配起来 它可以搭的很温柔 然后也可以搭那种唇装 它也可以搭的很休闲 就搭那种运动鞋啊什么都很好看 虽然说它是落肩设计 但它上色会显得人很薄 尤其是从侧面看的时候 就整个人是很顺流的感觉 接下来这一件也是一个双美尼大衣 先说它的颜色吧 它的颜色是那种灰紫色 就是那种很高级的颜色 就这两个颜色真的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这两件的区别就是那一件是长款的 然后这一件是那种中长款的 那长度大概在我膝盖要再上来一点的这个位置 这一件有很多个穿法 就可以把领子这样竖起来 然后这样子扣过去 再把腰带这样系起来 然后整个人穿起来就是很利落 或者是说把它这样子敞开穿 这个袖子还有一个折法 就是可以把它这样子挽过来 然后再这样折起来 对 这样子的话 袖子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然后也会有一个那种小收进去的一个感觉 那一大的这个毛衣跟这个紫就非常非常大 这两个颜色对比起来的话 这个就会更偏亮一点 然后它会更偏粉一点 它这个毛衣的话不是很厚 就是比较中等的一个厚度 主要是它这个织法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密的 就是比较偏蓬松一点的织法 这件是个羽绒服 它的长度算是一个比较中等的长度 它的面料我很喜欢 就是远看像是有那种格子的纹理 但拉近看的话 可以看到它这个方格里面 实际是有那种圆形的一个基礼在里面 实际上它会比它照片更特别 它也可以做非常多的搭配 可以搭那种亮色的围巾或者是帽子 或者说下面搭一个那种小脚裤 然后穿靴子也非常好看 双上身的话这一块是比较贴合的 就不会翘出来 这个围巾的颜色是很好看 就是很热带水果的那种颜色 冬天的话就搭配那种黑白 或者是说黄色 或者是说蓝色的衣服都很好看 对就是很亮色的一个围巾 加上来这一件棉服 它是类似那种小香风的梳花 你要比较仔细的看 能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 会有一点点那种银丝掺在里面 但它这个银丝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惹眼的 它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低调 就是一点点小心机 那版线就是这种比较偏宽松一点的 长度的话能盖住我的屁股 它是件厚度也蛮厚的 就属于比较有重量杆的那种棉服 它在左边做了一个这种直绒的一个标签 这一件因为它面料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搭那种皮鞋 它也可以搭那种运动鞋 就是把往修田的方向去搭 这件是个羽绒服 它是这种蓝色 它这个蓝就是很纯正的天蓝色 就会让人心情特别的好 它的版型是这种比较正常的一个版型 左边这里是做一个这种刺绣的设计 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亮 我当时就想说可以把它搭我的牛仔裤 或者说搭那种运动裤洞 很好看 它的面料看起来是纯色的 其实细看的话 能看到它上面会有一点点那种很细的小方格的纹理 它里面是有一个这种口袋的 然后外面的这个口袋呢也是拉链的 冰冻裤其实是我去年的时候买的 应该跟朋友去常买衫嘛 那个时候就常说 想买一条特别特别厚的那种加绒的 然后我就买了它 它前面这个部分其实是做这种丝绣的一个设计 我当时除了日常穿 但我漂流的时候也穿的是它 然后里面还穿一条很厚的那种羊毛裤还是羽绒裤 这条裤子它的裤脚是做这种收口的设计 搭那种靴子啊 或者是那种运动鞋都很好看 还搭了一条这个裤子 这条牛仔裤它是比较宽松的版型 它是在前面做的这种星星图案的拼贴 虽然说它是这种比较宽松的 它其实上次会显瘦 就是会比较的藏肉 但它裤型是有一点偏阔腿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裤长也很够长 这件还是一个羽绒服 但是卡色拼这种卡齐性色 它版型是中等偏短一点的 这个拼色交界的地方是做这种弧度的设计 它不是这样一条横线过来的 后面看也是做这样子的弧度 这一件搭配这条裤子就很好看 这裤子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所以它在这边是做一个这种腰带的设计 它的版型是有点微拉型的 它虽然说是这种比较紧身的 但它很显瘦 就是在屁股跟大腿这边会包裹的很好 然后它的面料是会有一点点弹性的 所以它上身不会感觉非常的紧绷 它是会比较舒适 它的颜色在视频里面看会有点发红 它实际上就是那种很正的棕色 内搭是一件毛衣开衫 它是做这种麻花结 然后在前面这里是做了双拉链的 这一件它的色调也就是这种奶卡色 然后还有一点很喜欢它 就是它这个交界的部分 它是做这种三条线的一个拼色 对就是它单穿也很好看 好了今天的后衣服就非常的最结束了 2022第一期冬季穿搭 然后等我后面再解锁更多的冬季穿搭 最后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或是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或信 那我就下视频再见了